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演过多部戏剧 演戏恰如其分的他 可以说是台湾最资深的丑角 他的人生故事和他的戏剧之路一样精彩 昭化西湖的一家老饼铺 多年前因为制饼老师傅吃素 所以想把健康理念推广出去 因此投身研发素食蛋糕 过程中他们突破技术上的艰难 勇于克服 专注的神情为手中的生日蛋糕 做最后的装点 他是目前饼铺里最资深的师父 谢朝安 而且你知道吗 他制作中的蛋糕 可是一颗蛋也没有加 一般昏食的蛋糕 就是有利用到这个蛋 那蛋经过打发 它可以加入很多空气 所以它可以变成蓬松的一个产品 还有一般的昏食的蛋 里面它就是有高蛋白的一个产品 蛋黄里面就是有乳化的一个材料 所以它能够让这个油水不分离 有乳化的作用 但是制作这个素食的这一个蛋糕 这个就是去掉的这一个蛋 就只剩下面粉 加一些水分 还有砂糖的部分 它是很难能够让我们打发 所以要让它打发 这个就是需要有一些高蛋白的产品 当初谢师傅因为本身吃素的背景 一心想把素食理念分享出去 所以埋头研究素食无蛋蛋糕 那我们这个在研发的这个过程 当然是会制作数次的这个失败 那失败的原因可能就是 或许我们这个制作出来的产品 比较硬直一点 不够柔软 或是打得太松发 造成它碎颗粒状 还好后来他们找到了 必须运用富含大豆蛋白 和乳清蛋白的配方做替代 才克服了难题 像这里面有粉 还有这个油脂跟水分的部分 我们必须先加水分混合粉里面 如果先加油脂混合粉 可能会造成这个粉 比较不会吸收这个油脂 然后这个蛋糕制作出来 可能它就会比较粗糙 也会造成我们在打发 比较难以打发 现在谢师傅最开心的就是 可以依照顾客需求 研发更多创新的素食商品 让吃素的朋友们能有更多选择 除了这个桂眼蛋糕 我们还可以做其他的一些产品 像香蕉蛋糕 或是一些瑞士卷 还有这个粉素的乳酪蛋糕 都可以制作 还好有师傅的用心研发 让吃素的甜食爱好者 能有更多种的选择 而且不止蛋糕 店里还找得到素食面包 专画这家制饼老店 在农业时代 是以制作传统大饼 和结婚喜饼为大宗 但在第二代老板 陈启书接手后 逐渐有了新变革 比方说像洗饼类 我们就 现在开始就吹养生风 养生风当然就是说 要一些比较养生的素材 所以当然这些 后来素食的吃素的人口 也非常的多 所以说我们就是 一直朝这个 养生风跟那个素食的 这个烘焙产品下去做发展 就是看准了现代人 对健康的注重 所以陈启书愿意放手一搏 把店里素食商品的比例 拉高到五成 因为现在很多 没有吃素的这个消费者 他也会尝试说去 吃这个素食的烘焙产品 为什么 因为像一些分的东西 就是都是热量 或者说它那个材料 就是都比较有一些添加物 我们做素食的 就会比较单纯 而且素食我们的材料 要用 就是说尽量用天然的 然后就呈现给消费者 他们就会很喜欢 在这家饼店里 一共有四位师傅吃素 另外还有六名员工吃早饰 陈启书会贴心地 替他们额外准备素餐 让人觉得很感兴 觉得吃早饰比较没有一些肉食类 或其他的东西掺杂 吃起来比较清淡 觉得说这样吃起来 好像每天的负荷 比较没有那么肉食类那么负荷那么重 觉得人会比较轻松 图玉仁是厂里最年轻的师傅 也是公司里最年轻的吃素者 前辈谢师傅的正面影响 开启了他的如素生活 对啊 就是因为厂长的一些正面的话 那我觉得说吃素好像觉得不错 然后就开始尝试了 就一开始是半分的 就是吃肉边菜 然后慢慢的改变 就是吃全素这样 对啊 就是吃素就少碰到一些荤的 然后就跟他们扫结缘 然后就会慢慢的让我们 就是结好人 结算人这样 谢师傅说自己早期吃素时 常有一搭没一搭的 是在27岁那年 父亲的一场大病 让他决定全心吃素 在吃素之前 这个本身还是有一些 其他的不良的习惯啊 像酒啊 烟啊 这一些啊 我们都会慢慢的有一个吃素 就会改变 就不会再去想要 这个奢求 这个不必要的一些这个嗜好 在台湾 吃素真的越来越方便了 不仅素食餐厅林立 现在下午肚子饿 还有素食的下午茶可以选择 让吃素更贴近你的生活 老店结合新潮流 你吃过看过形形色色的 素食餐厅 餐馆 但是你知道还有素食下午茶吗 之前的人吃素的人 如果来面包店都没有那些东西可以买 那现在这个老板 他想做了素食的人可以比较方便 这样让素食的人 有比较有选择的一个机会 那刚好我们今天来这边 来聊天 来吃 刚好有吃到这个素食的 桂圆蛋糕跟香蕉蛋糕 还蛮不错的 我们今天来都是以很轻松的心情 来这里吃这个很有营养 又很素食的下午茶 很健康的 看到了这个香蕉蛋糕 还有桂圆蛋糕 真的有香蕉的口味很浓 这个香蕉都是用最好的香蕉品质 都最好的香蕉来做 还有桂圆蛋糕 这鲜蛋糕你看 都看得到 真的 很香 好香 素食下午茶不仅内用 还能带着走 全体书和师傅齐心 让烘焙多点素食新色彩 夏天里来碗绿豆艺人 既健康又消暑 但是绿豆艺人要煮得口感适中 而且好吃 那可真的不容易 接下来妈妈不知道的是单元 要告诉你美味的诀窍 各位观众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 我们煮我们的甜汤 绿豆艺人甜汤 好 一开始我们把绿豆倒下去 我们戳洗它 顺时之间方向跟着洗 加水浸泡三小时即可 接下来我们换清洗艺人 艺人的清洗的步骤 大致上跟绿豆一样 然后一样顺时中戳洗它 因为它的淀粉值会比较多 所以相对的杂质性会比较多 我们清洗的原则是清洗到 它上面浮的杂质已经没有了 然后清洗完 清洗完浸泡三小时 经过三小时的浸泡之后 我们把绿豆沥干 我们沥干完 我们就直接倒入锅中 跟绿豆混合 那我们一人跟绿豆混合之后 我们再加入最后的冰糖 来最后我们把我们的水加进去 我们放进蒸笼蒸45分钟就可以了 看完师傅的做法 是不是又学到了一招呢 下次来在家里就可以试试看 而在秋天的季节里 有哪些要注意的养生讯息呢 就让我们跟着季节来养生 夏天变成冬天的时候 这段时间其实在中医来讲 它叫做长相 也就是它其实是夏天的延续 就发现中午的时候 这个天气在变化的时候 早晚可能开始变凉 可是中午的时候太阳就很大 秋老虎特别大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反而这种皮肤的状况 还有肠胃的状况 会比刚刚进入夏天的时候 更明显的 就是这种病人 临床的那种病人会更多 吴医师提醒 秋天因为气候干燥 皮肤比较敏感的人 可能会在关节等部位 出现秋季痒的情形 因为其实在中医来讲 肺跟这个我们的表皮 就是肺跟我们的这个表皮 这个部分是 或者是跟我们的大肠 这个部分都是 互相是我们说表里 所以在这个毛皮上面 如果你的肺能够养得比较好 其实对你的皮肤上面 也是会对应出来 此时巩固好肺的保健 是不二法门 透过一些中药材 就能达到良好的保养效果 就比如说像黄芪 然后像这种西洋参 这个都是有润肺的效果 甚至有时候会用点当灰 这个部分都可以用得上 还有身体 那身体就是 但也是都偏有一点点甜的 但是吃起来配成茶饮 或者是把它入菜 那还有我们会用到一些和手屋 也是不错的 养生最重要的一环 莫过于运动 透过皮拉提斯运动的伸展 能有效地训练核心肌群 并且改善身体酸痛的情况 也能美化身体的曲线 现在就跟着专业的Andrew教练 一起来动一动吧 OK 所以, first of all as we come to winter what is happening is there's cold air, right and the temperature goes down which means our body temperature needs to stay higher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exercise and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whether you're swimming whether you're cycling Pilates, yoga exercise that's the first thing the type of exercise that you do is important you want exercises that strengthen your muscles and that doesn't mean making your muscles bigger okay, it means strengthening what we call the density of the muscle your muscle is your metabolism your muscle is your body temperature the body temperature coming up keeps you warm keeps pushing the cold away the first exercise that we're going to do is to work the abdominal muscles or what we call the core muscles okay, and they wrap right around from the spine to the stomach and they go from the pelvis to the ribs so this is the first exercise so we lay down, our back has a little space here we bring the hands behind the head breath in and then as you breathe out just roll the upper part of your body breath in as you go down now as you do this movement you want to narrow your waist in this way,in this way it's not pushed down into the ground it is trying to narrow it's a little bit like if you were putting on a belt and you wanted to tighten your belt whoop you suck your tummy in everywhere not just your belly so from here then we bring one leg at a time up into what we call table top from this position,this is the start position my stomach muscles are working now as I do this my back is not moving my pelvis is not moving just my legs I have to stay high curled up the body wants to fall down because your tummy muscles are working quite hard the head is relaxed in the hands the head is relaxed in the hands and we do about three to five on each leg and then rest and you can do that and you can do that two to three times 資深艺人阿希 陳伯鎮擔任美食外景節目的主持工作多年 吃片了山珍海味 但請辞節目之後 大家才知道原來他是素食主義者 不管是兒子的大玩偶 還是超級市民 阿希陳伯鎮演什麼像什麼 也以這兩部片分別入圍 及獲得金馬獎最佳男配角獎的殊榮 可以說是台灣戲劇界乾草人物的泰斗 而戲外陳伯鎮的真實人生 也和他的戲劇表現一樣精彩 雖然我們不能直接見到佛菩薩 但是他們卻從我周遭的事情裡頭 發生了一些事情 完全證明了經典裡頭的文字 以前一切講究科學證明的陳伯鎮 說自己原來是個超鐵齒的人 但就在一連串發生在自己身上 無法用科學解釋的死裡逃生奇遇後 開始漸漸改變觀念 也可以說並不是科學不能證明的 就不存在 其實也可以說 有很多事情科學沒有能力證明 我就是碰到這樣的一些奇奇怪的事 然後慢慢地想說 這個世界這個生命 是不是只是我們眼睛聽到 眼睛看到耳朵聽到的而已 就像一次釣魚的奇幻經驗 讓他就此拋棄最熱愛的休閒活動 也開啟了往後的如數人生 那個魚在水裡面掙扎 忽然 怎麼會這樣呢 那條魚的那種恐怖 掙扎 怨恨 無奈 好複雜的心情 一下 跑到自己心裡來 奇怪了 不對吧 起來之後 跟他說 對不起 放走 然後那一天釣的魚全部都放走 從此之後沒有再釣魚了 沒有再釣魚之後 然後在家裡另外煮魚嘛 魚也不吃了 那再來就是肉嘛 肉慢慢越吃越少 好像有感覺一樣 到最後有一次一次 那隻豬的那個痛苦來了 算了 現在陳伯鎮對凡事隨緣看待 吃得也清淡清爽 自然是他現在所遵從的生活王道 出茶淡飯 可是自己樂在其中 蔡根坦說淡才是真味 在這個年代真的是證實了 你看 為了追求口欲的滿足 結果亂七八糟加了一些化學的香精 調味料 什麼什麼什麼 結果呢 損害了健康 所以 記住淡才是真味 乾淨又健康 好吃 現在的阿希生活過得愜意自在 仲星除了戲劇的演出之外 就是在山上過著采菊東篱夏的山居生活 他山上的家就像是一座小型的動物園 一座小型的動物園 蜘蛛 蜘蛛 所以每次都有幫牠們取名 有 有個名字 指著籠子裡的戶外空地 或坐或坐的貓狗詳細介紹 希哥就像在介紹好朋友給我們認識一樣 乖了 阿浪 阿浪 你也來了 来了 这一只叫做阿浪 为什么 因为流浪 它流浪到这边来 可能闻到里面有饰料的味道 它就偷跑进来偷吃 偷吃之后被我们看到之后 就喊它 它就赶快跑掉 跑掉之后可能是肚子饿吧 就站得圆圆的 在那边哭 太饿了吧 就把它叫过来 来来 吃吃吃 从此就留下来了 它不是到此一游 它是流浪到此 所以就叫做阿浪 这里是西哥的迷你动物园 也是许多流浪遭到弃养的 小动物的生命庇护所 我老婆是一个很喜欢 帮助别人的人 所以从我跟他结婚之后 他只要看到是需要帮助的 他都会帮不只是人 包括那些小动物 就是路边看到真的是需要的 要不然捡都捡不完的 我们没那个能力 没那个空间 所以是必要帮的 你不帮他 他就会挂那种 不管他病得什么样子烂 就把它抱回来 鸡舍里数也数不清的鸡 是西嫂的朋友 知道他非常有爱心 喜欢照顾小动物 因而请托他收养的 三十多只放生鸡 没想到真正送上门来 却多达了上百只 下午一上来的话 就是开始换水 就是喂他们吃 去割草 就这样 现在每一只鸡在西嫂眼中 都是独一无二的 是用了真感情 在照料他们 有 是宝贝 因为我有一只老的 今天我就有一只鸡子鸡 我养了现在 养了五年 他今天才往生 就这样 就看得好舍不得 那刚刚就是送一点鸡 然后回向这样 刚才处理好 会也会舍不得 西哥说 现在只要没有表演工作或行程 他总喜欢往山上跑 对这处和太太 新手打造的庙宇 和众人结缘 这就是两人 心中理想的山居人生 西哥和他的家人 尊重生命 乐于帮助流浪动物的精神 真的很值得大家效法 而且看着动物 不必再挨饿受动 安心地找到一个家 实在是令人感动 今天的故事分享 我们看到许多人 深刻的人生体验 及生命的改变 还有为守护环境 所付出的一切 让我们一起用行动 守护地球 让生活环境 变得更舒适美好 蔬果生活志 告诉您 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